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菜名 那很简单啊 那汤要是酸辣味的就叫酸辣汤呗 那汤是什么味道 那个就是特别好喝的汤 它鲜鲜美美香香滑滑 那个小丸子吃在嘴里啊入口即化 那就一个嫩小叔 我饿了 我也饿了 让你们俩帮着想菜名呢 菜名 想取菜名的话可以 但是必须得让我们尝尝那菜是什么味的 没错 好说不就是想让小勇请客吗 没问题我给他打电话 喂 喂 小勇在吗 在睡觉呢 多几点了还睡 真懒惰 那麻烦你告诉他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麦喵给我来电话了 什么时候 你打盹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打盹算什么呀 就算打呼噜你也叫醒我呀 是 下次一定叫 那这次怎么办呢 完了 麦喵肯定觉得我是个大懒虫 小伟 一定是麦喵让你来的 我敢保证 刚才麦喵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没睡觉 小 肖静呢 他接连过来 橘子有名字了 还没有呢 那你来干什么 这不饭店吗 来吃饭还不行啊 点菜 等等等等 谁说我来点菜的 麦喵说了 让你请客 让我请客是吧 我给他打电话 打呗 展现 苏珊 麦喵来了吗 没有 他让我来告诉你明天请客的事 太好了 确定是明天没错吧 你怎么还不走 他相信他到底几点来 我等着给他录曲子呢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麻烦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得找一个隐秘点的地方 不能暴露了身份 偷偷地录 你老在下面蹲着累不累啊 有点 那你起来 帮我把酒拿下来 来了 来了 人呢 是麦喵电话来了 说明天请客人数的事 他不是一个人来啊 那可赔了 小气鬼 赶紧给小星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到这儿 好 战线 他不会不来了吧 嗯 好像来了 好像没来 你别想他回去不行 长得差不多嘛 差远了 喂 喂 肖静啊 那个小伟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来 你怎么给收窗了 你还让我怎么偷听啊 好好好 好的好的好的 你出卖我 那个肖静说他今天不来了 啊 啊 呃 呃 战线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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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ying is busy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Please tell him to call me back 用汉语打电话时 常用的词语和句子有 战线 关机 请问某人在吗 麻烦你找一下某人 麻烦你转告某人 或者请你转告某人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或者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小静还没来 他不太舒服 今天不来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关机了 你打到宿舍的电话试试 战线 那你给他发个短信吧 他开机就能看到你的问候了 您好 请问李大伟在吗 您稍等一下 他在开会呢 那麻烦你转告他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我是他爱人 谢谢啊 不客气 来了 吃 本想跟麦苗一起吃情侣菜 结果来了这么一大堆人天乱 肖静怎么还不来呢 肖静说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又来不了了 快点吃 冲冲赶紧回家 白吃白喝的你急什么呀 麦苗 慢点喝啊 别烫着啊 多喝点 多喝点啊 太好喝了 这个烫的味道太美妙了 小伟 怎么了 没有胃口了 你明知道我是来录音的 恰巧弹琴的人没有来 他现在不光坐不住也吃不下 咱们赶紧吃 咱们赶紧吃 慢点喝 刚才不还说快点的吗 你今天不是说来不了了吗 今天事情提早办完我就打车过来 今天这么热闹 我们正商量事呢 什么事啊 给这道菜起名字 是让你起名字没他们什么事 吃这么多了 名字想出来了吗 这 他俩喝得最多你问他俩 我是小学生 我不会起名 我 我也不请 我还没喝出味道 再喝一点 想不出名字没关系 别在这儿碍事就行 回去吧你 你有事啊 那咱们就回去吧 对 不不不不不不很不不 麦米由 你再做一会儿 我这事没办完呢 Foreman 那你让我上哪去呀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这菜啊我吃得太快了 没尝出来什么味 这为了你的新菜 你让后厨再做一份去 是吧 去啊 干嘛呢 去去去去 苏oring 你快点去跟 小心说 说你想听她那个自己新做的曲子 我这边准备录下来 好的 妈 怎么样 您有没有灵感呢 没有灵感 怎么也找不着 您别没有灵感哪 这我都已经答应消息了 我明天一早就给她回信息 说实在的 给古争取起名啊 有点太难为你骂了 所以说你妈当年 就是当过几年音乐老师 可是在学校教学的时候 不是弹钢琴呢 就是那个脚踏风琴 这一个夕阳乐一个民乐 这隔行如隔山嘛 这隔着山呢 您不早点跟我说 我这 我这白浪费我两天时间 还白吃人家小勇两顿饭 这吃不要紧啊 吃出麻烦来了 我不给她那个菜起名啊 她就缠着我不放 爷爷没水了 不可能啊 昨天晚上我刚换的一桶 都被我喝乐了喝光了 对啊 我和苏莎阿姨 在那个饭馆里喝汤太多了 一直想喝水 对啊 我昨天喝完那个汤以后 也想喝水 看来都一毛病 汤太咸 我知道应该跟小勇怎么说了 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喂 喂你好找一下小勇啊 什么 她正在睡觉呢 又在睡觉 喂 我是麦苗 请你们老板赶紧到我家来一下 对 我有事找她 今天这么热闹 我们正商量事呢 她正在睡觉呢 我们正商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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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谈谈 她正在睡觉呢 他正在睡觉呢 他正在睡觉呢 他正睡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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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前边加上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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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据为加上呢 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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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和呢 同时使用 老李 老李 到床上去睡吧 嗯 你怎么给关了 我正在看呢 你哪儿是正在看呀 我过来的时候 你正在打呼噜呢 我没打呼噜 不信你问麦苗 小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最近忙什么呢 唉 别提了 我辞职了 现在正在找工作呢 找到了吗 还没呢 小伟 你认识的人多 也麻烦你 帮我打听得点 看看哪儿 有适合我的工作 好的 包在我身上 你那道汤菜的名字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没关系 这不重要 对 这不重要 但是我的感觉很重要 你对我有感觉了 不是 不是对你有感觉 是对菜 这个菜的品质呢 它是更重要的 你名字如果起得越好听 那顾客呢 就会有越上当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 就会对你的餐馆有影响 明白了吗 你的提醒太及时了 谢谢你啊 麦苗 你这才是真心的帮我呀 为了表示感谢 今晚我请你们全家 到我那儿吃饭 拜拜 挑人家毛病 还能埋转一顿饭 不是挑毛病 是提的建议 让对方变得更完美 只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善意 他一定会欣然接受的 对 我也试试 各位品尝一下 我在麦苗指导下改良的汤 好 味道好极了 小勇啊 我们可只管吃菜只管喝汤 不管取名啊 只要菜的品质好 没有好名字 照样受欢迎 是麦苗启发了她 我还启发了小伟呢 小伟呢 她正在萧静那儿 卖弄专业网友的评论呢 她可别卖弄得过度啊 让人家误以为她是专家的话 那可就坏了 还为什么 看 萧静在让小伟弹琴呢 不好 好 什么不好 是 下次一定叫 下次叫 那这次怎么办 苏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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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苏绅 大家跟我熟练的 学习进播放 学习进播放 朋友变天下